这里是位于广西青州的一代名将民族英雄冯子才的故居 今天带大伙来参观一下 大家看到周围这些高墙嘛 全部围栏起来的地方就是属于冯子才故居的地方啊 它这里是一个4A级景区 是免费参观的 大家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你的身份证 然后在门口这里刷一下身份证进入即可 门口呢还有一对非常雄伟的石狮子 前方这里有一个湖 以及一座假山 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冯子才的故居吗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 进来啦 先给大家环视一周整个故居的面貌环境 周围都是青砖高墙围栏起来 冯子才旧居是始建于清光绪元年 也就是1875年 当时呢是因为冯子才抗法有功嘛 然后光绪皇帝授予其太子少保 后面呢又加封兵部尚书玄 故人们呢又称冯子才旧居为公保府 它整个旧居的占地面积是达到了15万平方米 占据的是山山一水一田 现上存的主体建筑还有投门 占地面积是达到15000多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呢是2020平方米 旧居呢是为院落组合 主体建筑呢是坐北朝南 单元印山点砖木绝构 是具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的 三台九建筑风格 也称为三路三进 分为左中右三路均为三进二天井 并以轻云像分隔 原主体建筑外的东西北三面 有相连的香房作兵房 以及容忍房厨房等啊 前面是冯子才的石树像民族英雄 还有香炉是供人们祭拜的 这座石树像是由广州美术院的教授 雕塑的 后方有冯子才的生平简介 冯子才1818年至1903年 它的参观顺序是从中庭开始 然后一直到右边 最后面是到冯子才的卧室 在那边呢还有书房 整个建筑高估计应该有接近十米吧 两旁呢是有很精美的石丝雕塑 这个是石谷 冯子才的浮雕墙 前沿 青州地处于祖国南疆 自古以来处在南疆防御地线 在敌意外敌来侵略 保卫祖国边疆 海疆中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 由像刘永福 冯子才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冯子才呢 用马医生与建其功 围观也是亲政连结的 在他将近70岁的时候 受命于危难之中 台关出征 身先士主 取得了正经中外的正南关 梁山大决 这一战呢 也是外国侵略者的光辉战略 使中法战争中呢 成为中国近代史 唯一一场没有被签订 各地赔偿不平等条约 而终结的战争 这边是冯子才的生平简介 他是出生于青州的沙尾街 他的祖籍是广东省南海线人 这里是兵炼场 有两边都是有一些矛还有大刀武器 当时可以在这里练兵的操练 第一部分 勇马生涯 这边左右两旁的应该是当时的一些 相当于现在的保镖或者站岗的房子 这两旁 冯子才出生平寒 早年历经兼心 后投入清军阵营 作战勇猛 李立齐功 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一代清军的将领 直到八十多岁 高龄依然抱病学伴金物 他在33岁的时候就加入了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 转战大半个中国 1865年冯子才呢 到任广西提督 成为清朝地方官阶最高的武将之一 任期是长达了18年 冯子才早年的时候也是比较坎坷的 他有做过盐饭 木工 渔夫 还有牛邦 从后面进这里是第二部分 大唐 威震难关 勇士之风总是在最吃景处担当 在最要紧处彰显 后面是 他的冯氏宗池 这个这幅是冯子才的画像 有香炉是共祭拜的 哇 好高啊 这个宗石 上面的墓 好精美 这些应该是 根本没有重铸 根本没有重铸啊 冯子才为止身留下的余信 读书不求官 福官不要钱 为者不孝 冯子才是永双拳 刺胆中肝 手握利刃 适死 抗法的冯子才 这个就是当时的兵器 但是这种是 副制品 仿制品呢 当时的武器就是 差不多是这样子 众志成城 冯子才受命帮办广西军物 被仲将攻推为前敌主帅 为此他广急 溃涌 编组营武 团结仲将 以各路友经 仲制成城 共敌外敌 这里有一条是 宽一米五的青云像 就是分隔开的 非常典型的 两广地区的建筑风格 像在广东啊 大部分那些棕石都是这样建的 上面全部是铺了青砖 长了一些青苔 比较滑 大家来的时候可要注意一下 八角 棱角 看到上面的横梁呢 还是有雕琢的图案 花朵的图案 非常的精美 这是镇南关 雕树 中间这一位就是 他 冯子才 1885年3月26日 冯子才辉军出关 趁着胜利的 一位高昂的士气 功课文员 29日 重商法军将领 尼克里 赴梁山30日 鸡骨松 习屯梅31日 攻下观音桥 逼船头 抵狼甲 破竹之势 当时的法国将领 尼克里 镇南关之战 极大地鼓舞了 中越两国人民 军民的斗志 沉重打击了 法国侵略者的 嚣张气焰 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法战争的形势 消息传是 巴黎导致 如斐里内阁倒台 这里就是 中法新约 一 秦政府承认法国 对越南的保护权 承认法国与越南 定律的条约 这座 故居保护的 还算是比较完整的 第三部分是 标柄千秋 这边还有一条是巷子 是双重门 一道门 两道门 这条应该是当时有 卫兵站岗的 标柄千秋 冯子财的 世纪可歌可泣 标柄实测 虽心雄日 离远 但典型 在封锡 令人无限警长追尸 冯子财的卓越功心体现了忠贞爱国的世纪情怀 他与刘永福是亲家 刘永福的二女儿以及冯子财 十一子是结为亲家的 参观完这个之后我又去一下那个刘永福的户居那边再去参观一下 然后从这边去就是去他的书房还有卧室 他是从中庭 然后到右庭最后再去参观他的睡房以及书房 和风干雨 书井庆云 书房以及会客厅 这里是会客厅 这边全部是这些木制的台椅 还有青花石 非常的精美 有很多都是原始的家室家具 这边是睡房 以及梳妆台 冯子财故事 都是一些图文并茂的介绍 看到了吗 这里就是木头 跟这个砖头是差不多 这么厚 不知道这是什么木啊 这个是门 这门应该有三米高左右吧 看一下门山 结束了固居的参观 我们现在过去固居的外围 两旁这里去参观一下 在固居的右侧旁边这里是一个草丛恩雕塑作品展 全部是石雕塑 有一对的石狮子 曹崇恩雕塑作品展杯记 他也是青州的林山县人 石崇里南派的中国国画大使官三叶 作品全部是在后方这里 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雕塑品 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能见过 这是小龙 李小龙 这一招叫做小龙问路吗 给大家精选一些重量级的雕塑看吧 刘翔 飞翔吧 历史的飞翔 周围都种满了这些富贵族啊 好漂亮的富贵族 富贵族好像是生长的比较慢吧 长得这么大应该有好几十年了 大家看一下上方的屋檐旁边这些图案 精美嘛 都是雕刻的有花朵的图案 不要说古时候啊 就是放在现在 估计也没有哪个富豪能买得起这么大的宅子 是吧 比李嘉诚的房子气派的多呢 豪宅呢 香港那一座 整个故居 简直就像一个小型的公园 或者一所小小的幼儿园差不多吧 里面都是绿树成荫 参观这个故居的时间 如果是详细这样参观的话 至少要两个小时左右能参观完啊 行 又回到原点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